Malaxy Chirr 中文字幕员 漫画这个东西是一帆两瞪眼 你行就是行,不行就不行 因为读者不会等你 因为我想的时候就会拿一包紙开始涂鸭 开始画 可是我一直到國中武專才真正了解 畫是可以變成一本一本漫畫 然後到武專才開始知道有漫畫比賽 所以我整個武專五年就是一直比賽 一直投稿 然後到當兵之前得獎 確定我真的可以靠這個東西賺錢 然後退伍之後我就許一個願望 如果三年之內賺不到錢我就回去做那個牙齒 剛剛學了牙齒 然後現在賺到了 就繼續下去了 做牙齒是應該說是 國中知道畫漫畫賺不到錢 所以到武專的時候至少要先學一個 萬一失敗之後可以養活自己的技能 最接近藝術的就是刻牙齒 因為人類的牙齒沒有一顆是一樣的 就算你學會28顆 每個病人來都不同 雖然講的是牙齒 可是完全是手部的工作 對 然後雕刻夾跟用沾水筆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手感其實也是一樣的 阿吉拉跟從夢 就是四郎正宗老師跟大友課堂老師 就是我的他們也幾乎就是用 他們的沾水筆的分量很重 我看的時候就覺得好帥他們怎麼弄的 於是我就開始學沾水筆 對 那個用黑墨疊出來的畫面是 就是我想要想要呈現的樣子 我還很不成熟 我還在學習 可是我的漫畫是比較像電影的 因為我是看電影長大 所以嚴格講來說 電影開太多對漫畫的語法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這兩件事是不同的 我用電影的節奏來畫漫畫其實 讓我吃很多苦頭 我的第一個作品就這樣被推高很多次 我想講故事 然後我的專長就是把我腦袋想的東西畫出來 就是找到漫畫這個方式去表達我的想畫這樣子 我幾乎一輩子都在旅行 就是我眼睛只要閉上就在旅行 因為我腦袋的故事 我的腦袋的HBO不停的在播 沒有停過 所以我只是努力讓我的手可以畫得出來 我剛剛想過的東西 所以我這四年的漫畫生涯大概就是 唯一的收穫就是我的手 現在慢慢趕得上我腦袋想的畫面 這樣子 我只希望我們幫我腦袋的故事畫完